我在日本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我告诉大家 我们要想真正和平能落实 一定要把观念转过来 不能什么都是自己对的别人错的 这个观念不好 这个观念是制造对立 制造矛盾 制造冲突 你怎么能化解呢 念头转过来 别人是对的 我是错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想 我错 别人都是对的 和平很快就落实了 人人都能这样谦虚 都能认真反省 我还特别加强语气 别人错了也是对的 我对了也是错的 这个意思很深 这是一般人很难听得懂的 人家听了都说 这个不容易做到 不容易做到 也要做到 只有我们真正做到 我们对于世界和平 才做出真正的贡献 没有定功就不能开悟 定功越深 悟得越深 悟得越广 促逐菩萨 明信 献信 献信成佛了 我们通常 趁他这种悟 叫大车大悟 这不是普通的悟 为什么 他已经把起心动力放下了 大臣教里面 我们学的很多 纵然既心不好 也都能记住 为什么呢 他不断在重复 这就是送习多闻 不断的重复 我学东西 实在讲 不是上上根人 我很坦白的 跟大家做报告 我是中下根性的人 去讯息变数不多 就记不住 因此我自己的标准 每学一样东西 我会学三十遍 我才能把重要的部分 能够记住 真的 一切因果 不利自信 无有业法 聚于行为 这两句话说的好 我们信心从这里建立 所以念头 要谨慎 尽可能 把错误的观念 放下 把正念 正念就是 求生 极乐世界 这个念头 亲近 阿弥陀佛 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 要常常生气 时时刻刻 都有这个念头 好啊 有这个念头 就是我们自己 加入极乐世界 加入阿弥陀佛 这个团体 真实的功德 要记住 一切因果 不利自信 信念持明 是印 往生极乐世界 是果 无有业法 居于心外 心外无法 佛教导我们 没有别的 放下而已 放下是功夫 放下你就看破了 看破什么 看到四十真相 就要看破 四十真相是什么 所有一切现象是假的 物质现象 心理现象 自然现象 全是假的 你真看破了 假的怎么样 假的就不会 再放在心上了 就对了 我们今天 把假的放在心上 真的完全不知道 这叫反复 这叫搞生死轮回 苦不堪言 阿弥陀佛所现的极乐世界 我们自己的自信 也能信 现出跟他一样 不比他差一毫利 往生到极乐世界 是自信 净土 是自信 阿弥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从哪来的 也是我自信 变现出来 这个道理 要懂 这个道理 要相信 不能怀疑 光为他说 常要修行 这个修行 没有一点勉强 欢喜 哪有强迫的 持戒修定开会 快乐无比 一般人就是持戒 这个很受罪 又说受限制 不是快乐无比 佛是叫我们利苦得乐的 怎么会叫我们受罪呢 我们修学 烦恼没有放下 没有入境界 受这些约束 好像很痛苦 诸佛菩萨 你看 条条界 他都遵守 释迦牟尼佛制定的那些戒律 你看哪一条他翻过 他快乐无比 持戒是快乐 事情 不是惹麻烦 不是 修定路 亲近之路 是真路 智慧是发息充满 所以自自然然的 你会非常欢喜 去休息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阿 阿 祢 佛 佛 阿 祢 美 Valley